由于历史的原因 那么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于日本的任何安全领域的政策走向 都是高度的关注 那么我们希望呢 日本还是能够切实的汲取历史的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能够真正的来为我们共同相处的 这个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 来多做一些积极有益的事情 多发挥一些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自然会采取坚定的措施 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那么我们还将继续对有关的海空情况 进行监控 采取措施 应对任何可能侵犯中国主权 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发生 那么至于你说的这个中美两军军舰 在南海相遇的事情呢 我想中美两军呢 也保持着畅通的沟通 我们希望美方呢 也能够遵守国际法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权益 在北海相遇的地方 也能够遵守国家的主权和权益 在北海相遇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遵守国家的主权和权益 我们希望能够遵守国家的主权和权益 谢谢大家